花蓮市重庆市场上个月推出了社群媒体出销活动 只要在指定时间内完成脸书的粉专贴文按赞加分享并tag三位好朋友留言 就有机会可以抽中大奖 这项活动在市长薇嘉贤还有正丰市主任谢文英等人见证之下 整个获奖名单出炉了 民众可以到花蓮重庆市场的脸书粉丝专页来搜寻 看看自己是不是幸运的中奖者 为了加强行销花蓮市重庆市场在7月份推出了社群媒体促销活动 只要在指定时间内完成脸书粉专贴文按赞 并加分享tag三个好朋友留言就有机会抽大奖 市场管委会表示随着消费模式改变 传统市场也希望可以朝向电商平台来推展 未来重庆市场可以卖下电商平台这样的粉丝专业 让我们的消费民众可以更加的认识我们市场内的一些食材 那借由这个粉丝专业的平台也可以拉近市场与消费者的距离 然后让民众在这个疫情期间可以买得安心 然后也可以吃得健康 期许未来就是说自治会以事工所及管理所这边可以配合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说让我们花东花莲重庆市场可以迈向北部 朝着电商平台的目标这个目标迈进 三个星期的时间有三万五千多人次处级 将近有两千人有抽奖资格 在正丰主任见证之下市长威佳贤按下了抽奖键 得奖名单马上出炉 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我们有发现有一些在行销上面 必须要有一些粉丝专业 所以我们再谢谢我们同仁所长 在这个时候来推出了我们相关的重庆市场的一个粉丝专业 那也跟我们主委来做相关的配合 那我们从7月11号到7月31号 凡是你只要去有参加我们的活动的 都有资格来成为我们抽奖的一个对象 我们刚刚看到非常多精美的奖品 也非常多好礼 不论是大朋友也好小朋友也好都会非常喜欢 未来花莲市工所跟我们市场所这边 也会针对市场的各类型的活动 推出各种不同的促销 在此也要谢谢我们市场的所有 主委跟摊商朋友们的配合 未来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的粉丝专业 市长表示未来市工所会针对市场的各类型活动 推出各种不同促销 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 而得奖者名单已经公布在花莲市重庆市场的粉丝专业 请得奖者要注意领奖期限 绝对会欢迎时报道